志工党它是具有侨海背景 所以我们的履职也注重发挥侨海特色 早在1949年9月21日 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志工党就递交了 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 这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份党派团体提案 也是志工党体现侨海特色为侨服务的第一份提案 我再举一个近些的例子 在座的记者朋友可能都看到过 在去年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 就展出了我们志工党支援海外侨胞 抗击新冠疫情的志工爱心小包裹 这里是有故事的 2022年初当新冠肺炎爆发时 许多海外侨胞和留学生通过志工党 给我们国内捐献口罩 呼吸机 还有的贡献治疗新冠肺炎的药方 那么当海外新冠疫情扩散蔓延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时 作为我们具有侨海特色的这样一个参政党 我们迅速开展了 关爱海外侨胞 抗击新冠疫情专项行动 这个专项行动其中有一项工作 就是向海外侨胞寄送我们志工的爱心小包裹 当时我们向68个国家 200多个华侨华人社团 寄送了1.3万余个志工爱心小包裹 是海外侨胞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温暖 那么2012年 习近平总书记 在走返志工党中央机关时 应切希望我们志工党 要切实做好侨海大文章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一方面我们汇聚 侨制侨力服务国家大局 我们以侨为侨 传递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搭建多种平台 为留学生归国服务创造条件 我们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反映中企和华山走出去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另一方面 我们也鼓励和支持海外侨胞 为其祖宅国做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